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前段时间呢 因为疫情问题 导致市场也没有什么人去 弹孔呢 也是扛不住压力 机器价格也是一跌再跌 那么现在市场二手的华为旗舰机都是什么样的行情呢 我们一起去市场看一下 出发 手上这台华为妹的三菱坡罗呢 也是一位湖北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5G版本8加128 目前入手行情呢 是在3100左右 256的话是在3400左右就能入手 相比之前拿货呢 也是跌了三四百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华为妹的三菱坡罗采用的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屏幕藏的是一块6.53寸的刘海屏 握取手感以及辨识度都是非常的高 后置4000万的像素 配备一个4500毫安的电池容量 正常续航一天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华为妹的四菱坡罗这款机型的价格 最近这段时间呢 也是异常坚挺 也是没有掉价 目前入手5G版本8加256的是在5300左右 这台呢 也是为广西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外观程式呢 可以得到一个99成型 没有磕碰划痕 皮质的后盖呢 不论是辨识度还是手感都是非常不错的 妹的40polo芯片呢 采用的是一个70900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性能方面呢 我们是不用担心 电池容量方面配备的是4400毫安的电池容量 6.76寸的双曲面屏 后置5000万的像素 手上这台欧普放的X2polo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 在市场也是非常畅销的一款机器 手上这台呢 是一台5G版本12加256g的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2700左右就能入手 这台呢 也是一位广东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机器的品质呢 也是非常不错 外观橙色呢 可以达到一个98成型 没有磕碰划痕 芯片方面 采用的是高通骁龙865的处理器 屏幕呢 是一个6.7寸的曲面屏 握取手感 非常巴适 同时呢 也是支持120赫兹的刷新 配备了42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 后置4800万 前置3200万的像素 不论是日常应用 以及游戏体验都是非常不错的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位上海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黑解13polo max128g的外观橙色呢 可以达到一个99成型 没有磕碰划痕 品质也是非常不错 充电个位数 电池效率100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6300左右就能入手 黑解好后的机器呢 就跟无所的一样 插卡就能用 同时呢 也是支持5G网络 屏幕采用的是一个6.7寸的欧赖的屏支持120赫兹的刷新 a15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呢 也是非常给力的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有4352毫安 然后我们再来办一位深圳同城的老粉丝 拿一台11polo max 昨天这台呢 是一台无所256g的 外观橙色呢 也是非常不错 没有磕碰划痕 机器也是原装 没有动过的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家自检 耳机的话 手上这台1562m的二代蓝牙耳机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也比较稳定 续航一天可达10个小时左右 三代最好用的就是这个1562a的芯片月虎版本 降噪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四代的这款目前也是市场的最顶配 洛达156m的芯片 音质续航都很好 好了 那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华翔北淘鸡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